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关于撇身锤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是撇身锤 是撇第三种 第二种说法叫撇身锤 第三种说法叫撇身锤 有的人叫撇身锤 无论是拳和锤 在这里的道理是一样的 但是这三种说法 三种说法的概念 所指的多少有点区别 这三种说法在陈世太子拳中 所指的架势的练法是统一的 但是它的内涵 内涵有多少有一点点的区别 所谓的撇 撇身锤 撇身又回折 身体回折返回折的意思 这叫撇 这叫撇 外撇 撇手 撇 外撇 这个意思 撇身 身法往外撇 那么壁 壁身锤 壁身锤是自上 往上往往里 里和 里和外翻 看这个以转为上的小壁的变化 壁会遮壁 遮挡 遮壁 遮壁的意思 这个位置 壁身锤 所以它用在身体的上盘 靠下盘的两脚左右的 然后它壁 壁身 遮壁 遮壁 遮壁的意思 如果小壁上来 它腿不变化 这样它会出现 这个螺旋蝉丝 披身锤 踢 踢 踢挂 踢带 往上踢 肩上 往上踢 踢带 在肩上 这是以肩字啪 踢 而这个叫撇 撇 那么 踢 啪 用肩字叫踢 所以说三种概念 三种概念是这个 撇身锤 在练习的过程中 不同的位置所表现出来的 不同 特点 也不同的劲儿 比如说 我们开始做一下 简单地做一下 有我的金刚导盾 前世是金刚导盾 啪 拉开 放松 很轻松地将 心 胸 身体自然地放松 平和 拉开 啪 拉开 然后 起左腿 起左腿 左小臂 螺旋蝉丝 左臂螺旋蝉丝 这叫臂 臂 要臂身锤 啪 啪 这位遮挡 遮掩的意思 再做一下 一 二 啪 左右遮挡的意思 这叫臂 好 再走一下 再看一下 它的内感 拉开 一 啪 啪 拉开 走 来 起来 啪 一 这叫屁 啪 啪 这叫屁 屁伸垂 靠腰 腰 腰筋 手臂 回旋的劲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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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会撇 腰螺旋回旋 为血 回折嘛 就是撇 拉开 啪 然后啪 啪身锤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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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带 啪 啪 这叫啪身锤 在这个位置称为啪 用小臂螺旋蝉丝 这叫啪 啊 用这个身体回旋 这叫血 血 拉开 前往上走 这叫啪 这叫啪 啊 三种不同的含义 那么三种不同的含义 同样是在这个尘世太极拳 老驾一路 以十六世的啪身锤 从从到尾的练习过程中 所表现的不同的特点 那么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把三种的概念 统一的练出来 统一的练出来 所以呢 有的人称呢 为铁 B P 道理都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表现的特点 这点表现的特点不一样 但统一的练习是一样的 好 现在 我将这个 血身锤 有金刚导顿 把这个血身锤 中间的过程 给这个详细的说一下 金刚导顿 立身中正 松腰松胯 虚定顶劲 这个两腿 欲肩同宽 劲有下盘变化 那金刚导顿的视往下沉 啪 下去 下去 左起 啪 左起 向右过程 啪 把手打开 开阔身体 再走一下 啪 一 一 看右手 看右手 再来 准备 由左向左 啪 看右手 再看左手 再做一下 一 左转 右转 看右手 啪 再看左手 然后重心右转 然后重心右转 重心右转 螺旋 掺次右腿 同时踢左腿 右手往下沉 啪 有这个动作 走 走 一 啪 这是一个开步 再做一下 走 一 啪 二 啪 啪 合手 把双手合手 开步 然后啪 跳 叫它使身体右转 啪 合起 螺旋掺次 靠腰劲走 一 来 注意 看这个左手 变化 右手 右手 合于身体中间 因为身体现在面向左前方 那么右手也是在 在左前方 看住中线 然后身体往下沉 身体往下沉 这个左膝盖现在是外翻 重心在左腿 下方 有当左腿 右膝盖拧劲 又是往下 走 哎 有下巴 带动腰劲 啪 走 脸劲 这个手 经过膝盖上方 随着腰 转 趴 看住下侧 身体的下沉 随着 左手 脸指向上划骨 和于身体的右前方 和于身体的右前方 然后身体继续螺旋 穿丝 膝盖外层 右膝盖外层 踢右手 右手开始往上 左手往下划骨 然后当右腿 螺旋 左膝盖接劲 左膝盖接劲 劲不劲 好 那么说现在我走的劲儿 螺旋探丝用的是掌 用掌走 所以说有的人称为 那么撇身拳 撇身锤 那么掌的话 他说是拳 拳的话 他说是锤 现在呢 我再用拳头 用锤 做一下试试 开始 进一步挡顿 你把身体做转 一 走 握拳 现在双手开始握拳 走 提手 再走 然后往下 啪 啪 啪 走 这个撇劲 啪 重心螺旋穿丝 啪 一 啪 啪 眼 眼睛 轴 脚尖 右拳 在几乎的一条线上 左肘 左肘 内核 身体照样式 离神中正 当药 吹 吹 软 现在我再 做一下 连续地做一下 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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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茬 另外叹 锯 可以 非常之 hablar 你看 它的 腅 перед 然后 注意这个最后的特点 最后收拾的体身腿的特点 也有几种不同的方法 一 看左手 啪 收 右怕是活的 啪 一个圈 啪 走开 走 一 二 卷完 闭 一 卷过来 然后 扁人 啪 字往这边 啪 一 这是一种 看手 往下走 啪 收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 一 直接过来 我们在做这个撇身锤 练习过程中 要注意几点 最主要的就是 上下相随 上下相随 周身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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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做的时候 下半的螺旋圈子 要注意 它是平走 八字 平走八字 所以说在做不好的话 周身它没有一个 弓箭 像弓箭一样 弓箭一样 拉上一个弓箭 反弹和螺旋圈子 如果说你不明白这个平八字的话 它有可能就一瞬分 这么转了 这么转了 再调削 调削 所以 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平八字 那么现在呢 我们设计到这个 这个腰胯的转 转变和周身合一的要力 所以我们要重新的再认识一下 这个 腿走 八字 平八字 现在两个圈合起来 我们看一下两个圈合起来 两个圈合起来 其实是一个大圆的圈 大圆的圈 比如练拳 周身 比如说我们的脚 这个呢 是右 这个呢是左 左 或者是这个是左 这个是右 这个是右 我们把这个看成前方 这边是后方 那这边是左 这边是右 右 我们拉开一个平行线 拉开一个平行线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我们背对着 现在的腹 这前方 背对着我们 我们开始分析 那这个呢 就是左脚的位置 这个是右脚的位置 左脚的位置和右脚的位置 我们走的劲儿就是螺旋蝉劲儿 螺旋蝉劲儿 螺旋蝉劲儿 注意它的变化 从左侧一条线推开 你看 看着半圆 往这边走 这个箭头 我们能够 那么箭头是从往这边走了 好吧 往这边走 从左到右 走一个螺旋蝉劲儿 这个叫S型 S型 也就是说 太底骨 中间的阴阳交接线 现在我们是单分式 我们把左腿称为这个 劲儿的气底 右腿为劲儿的运转 运转点 中间这个过程是转变的过程 转变的过程 现在我们画一个箭头 这个从左到右 它的箭头 都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看它走上一圈 这个箭头 现在 继续 往这边走 往这边走 再往这边走 开始往左腿上走 现在我们看到了 从左箭头 螺旋蝉劲儿 螺旋蝉劲儿 往右 再往右 然后箭头再往 经过身后 身后 往左蝉劲儿 再往左 然后再往右 再往右蝉劲儿 这样第一次的螺旋蝉劲儿 这叫向右蝉劲儿 这叫向右蝉劲儿 这叫向右蝉劲儿图 向右蝉劲儿 我们看了箭头 在这个平行线 平行线的以前 称为前半部分 这个红色的平行线 往后 称为后半部分 称为后半部分 所以说 从平行线开始飞开 然后前面半部分 和后半部分 后半部分 当劲儿 由左胯 开始飞到右胯 以后 劲儿以后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这箭头都是往里的 从前边封 肩头都是向外的 看着箭头都是向外的 所以说 静 看不见的 这转到后侧了 我们都看不见了 因为是腿弯在做 我们不可能 靠这个没有膝盖的转变了 所以说没有形象了 我们靠意识在做 为静 静是合 往前是动 动态 动态的是分 动态的是分开 所以说 转 螺旋蝕丝 从左 转到 右膝盖往右蝕丝走 右膝盖螺旋蝕往外走 走到平行线上 不能再走 再走外面了 这个时候靠意识和意念 带动它 开始转变为意识 思想意识 接入劲 然后 一想 螺旋蝕丝 往后走 走到什么位置 走到长强绝 跟随意识 向交接的地方 静螺旋 静不丢 灯 右腿 然后 左膝盖接近 左膝盖接近 平行 转到身后 右膝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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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行接近 这样才能力身中正 劲才能支撑八面 随着当劲 转到身后侧的时候 没有膝盖在转的时候 都成为阴 有膝盖 行动在做的 都成为阳 将阳性的东西转完了 变成没有了 没有阳性的 没有什么可以去转了 我们的思想意识将劲 接引过来 然后螺旋蝉词去走 螺旋蝉词去走 所以说 我们现在 在做这个撇身锤 的同时 我们要明白 我们的下盘 螺旋蝉词的劲 是怎么走 并不是 不要来不要去 不要来不要去 它都是有内涵的 阴阳 阴阳有内涵的 所以说 要是面向前的话 这就是膝盖 左膝盖 这是左脚 右脚 右膝 右膝盖的位置 左膝盖的位置 当我们 这个当病 当有了解 对这个当有了解 在太极拳中 有一句话叫 开中欲合 合中欲开 开中欲合 合中欲开 它的内涵 意思是说 要是走合劲的话 比如像我们现在的 螺旋蝉词劲 是往左膝盖 往左画 我画到这个程度 不能说画 画老了 如果画老 合不住了 这就完了 所以搭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会接到下一个劲 那么它会走合去 而这个右膝盖合去 不能合成这样 合成这个呢 再起不来了 所以说 合的位置 给门开 啪 对方的就是 看着我的这种 螺旋蝉词 啪又开开了 是这样去走的 所以说 何种能开 开种能合 你坐一下 来 走 螺旋蝉词 对 走 走 而这是向右 向右蝉词 缠到横侧面 那我说 我们再分析它 它这个腿现在没有合 还是在撑着 这是一种错误 应该是当左腿 将右腿的螺旋蝉词送过去 送过去 无过不及 如果说锅的话 这样会下去 如果说做不到的话 还是撑过去的话 那么右腿的螺旋蝉词 得不到充足的螺旋蝉词劲 起不到作用 你看它的劲还是在外开 所以当初这个劲我们要明白 像你看着我的腿 我要走 向右走 向右走 走一 还有这个劲合不及 它按不下去 因为这个合线 合线有开的意思 它有外喷的意思 然后走 螺旋蝉词 缠 缠 缠过去 走螺旋蝉词 啪 走过去了 再走 看一下 扶着劲走 一 啪 走 啪 螺旋蝉词啪 往外走过去 如果说你要走过的话 走 拉过去 下去了 完了 再起回来了 所以说开中于合 合中于开 合的时候 还能打开 打开的时候 还能合住 都多少 留点余地 但是你做不到 还不行 开不到 也不行 是合不到 也不行 叫合中于开 开中于合 所以说 咱俩往后 等我往前 所以说我们要明白这个图 后边是静的 前面为动的 动静结合 左右结合 内外结合 须时结合 上下结合 所以说呢 这叫 才能将太极拳的周吹 螺旋蝉词 练到标准 练得正确一下 并不是随便的画几个圈 就行了 嗯 太极拳的要点啊 其目的就是 将这个劲 走顺 走圆 走圆 规矩 人的劲的规矩 走得明显 明显 所以 当我们走劲的时候 这个腰 腰与胯 的合劲 腰与胯的合劲 非常重要 如果说这个 腰胯下盘 配合不好 那重心过不来 那这姿势就没法做了 没法做了 当这个劲 拉开了以后 啪 走 走 这是一个全劲 啪 这是一个劲 拉开 然后反背走拼 走拼劲 这是一个劲 还有劲 拉开了以后 它这么旋转 它将劲 缠死 缠缠缠 缠到小臂上 脱开 这是个劲 这个劲 可以称为 撇劲 啪 靠腰 腰胯的回旋 反折 拉开 啪 再走细劲 也可以 总之周身 周身这个运劲的过程 非常重要 从这三点的特点中 我们在练习过程中 可以多方面的发现 多方面的认真练习 从中提悟到更多的劲本的内涵 现在呢 我将这个 两种 甚至三种 不同的撇身处的练法 给练一下 由金刚导顿开始 金刚导顿 两脚的位置是一肩同宽 一肩同宽 放松 祭天丹田 劲由丹田而生 由地面 右腿 右腿与地面产生反作用力 将劲 与丹田的劲相结合 放松 两个手 这些东西 比较高松 水 站住一路 再倒入了 好,下面我们再分析一下这个撇身水的要点啊 周身结合它这个动态的要点和说明的问题啊 现在我们说一下这个臂,臂伸垂,臂,遮臂,遮挡遮掩,全走过来,啪,哎,它就像遮臂,啪,遮臂,遮臂,身体还可以左右去这个改变,去变化自己身体的重心的位置 往这边来,走,走,遮臂,啪,如果说我把这个步上过去了以后,走,啪,啪,这就遮臂,啪,那么这就是一个劲儿,因为这个劲儿,拉开,小臂遮开,这第一,第一臂劲儿,第二臂劲儿,啪,这个下半管住它, 它没办法,这叫遮臂劲儿,遮臂劲儿,可以长劲儿,转过来,当对方的钱,向我进入,啪,遮掩,遮掩,遮掩,它有拦斜,遮掩,使对方这个钱出不来,啊,再试一下,走,啪, 啪,上步了,上步了,注意我腿部的膝盖的变化,因为我开着一步了,膝盖啪,垫住你的位置了,那劲儿往下走,劲儿往下走就是也是,也是一个劲儿,所以说,当拉开这个劲儿的时候,啪,垫到这个位置, 膝盖有螺旋蝉丝,刚才我讲的,蝉丝劲儿,现在我重心,在左腿,在右腿,但是劲儿的地儿,可以产生了和劲儿,走臂劲儿,螺旋蝉丝,走它,走臂劲儿,走这个臂劲儿,从这边再看一下, 好,一个风,遮臂,让对方的右拳,封闭住对方的左拳,使对方的内野的拳,左拳,无法打出,你看一下,让它的拳出一下,它出不来,虽然说,不仅是自己走这个臂劲儿,也是让对方出现这个臂劲儿, 如果对方的必须要打不来,那么说,它的拳必须要收回来,在收回的情况下,再看一下,收拳,出拳,看,好,这叫做焦点,再走,出拳,啪,再走,出拳,啪,等它出拳,所以说,接招,走式,不要挤,走, 啪,避,它要走了,它要出墙了,啪,所以第一,避有避,避到火候,避有避的技术,大胆去走,就要避了,这就是一开,就避了,还有重心前移,现在我传,传递重心线,啪,走,走, 追,追,膝盖的变化,螺旋蝉丝,往外拧,拧,这个螺旋蝉丝往外拧,它是活的,它就像是一个,这个激动的钢仔一样,它是活的,这个关键,往上顶,螺旋蝉丝,走,啪, 啪,右走,它的关键就在,上顶,下走,随手拉开,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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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旋,再注意一下,这个膝盖的变化,扣,你看,扣着对方的膝盖,但是它的重心呢,是重心往我腿上坐, 然后怪翻,带过来,啪,这是膝盖的变化的要力,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平行走八枝,这个腿的膝盖,它有八方的劲儿,八方的劲儿,再分析一下,从这边分析一下,出前过来,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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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这叫啪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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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我们要注意,啪,啪这个要力就是,虚实,虚实变化的要力很重要,脚,脚后可以迈出,和脚踏出去,这有半个劲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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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有开合,所以说啪这一扣,劲儿,劲儿就可以点到对方的重要位置, 再做了一下,然后出拳,啪,啪,脚后可以连定,脚后可以连定,脚后可以连定了,现在走,啪,一个跪制,跪制,重心现在不要,现在重心在右腿啊,重心要往右腿走,往左腿走,螺旋探斥,外翻,啪,就出去,啪,啪,啪, 它这个膝盖的螺旋,要连住,这个特别重要,特别重要,在练习的时候,要注意,左右,虚实的变化,但是在B的时候, 一个是自身,遮蔽住我自己,自己的这个要害部位,使对方无法进行,第二,同时,遮住对方的另一侧,使对方的拳,无法打过来,无法打过来,好,这位意思,B身唇的要类,可以称为B, 还有,铁身唇,铁身唇,铁身唇的要类,铁身唇在两侧都有铁身,把拉开这个位置的时候,啪,铁,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它有一个铁,它有一个铁,闭了以后,再看不起,好,拉开,闭,上闭,然后脚踏实了,注意这个位置,脚踏实,螺旋穿丝, 从这个位置,从这个位置,接着往这边走,然后传递有右腿,右腿螺旋穿丝,劲不能丢,螺旋穿丝,走,啪,啪,臂,这位左臂,再看一看右臂,拉开,出拳,啪,拉开,成这个样子的,一个膝盖看住, 往下走,往下走,二,一个是下膳弯曲,正好放到对方,要害的,雷这个位置,所以这里叫撇,撇,啪,啪,用招来打他,接招了以后,逼,撇,啪,啪,这个位置很重要, 然后还要走,啪,然后还要走,啪,然后还要走,啪,往这边来,再走,啪,啪,螺旋穿丝走,啪,啪,接着往上,啪,有啪的基础上往上走,吸一个螺旋穿丝,然后走,啪,啪, 往上啪,往上啪,啪,往上走劲,这叫啪,再走一下,啪,拉开,走,啪,然后这么走,再从这边走一下,如果说,用左侧,走,啪,然后走,啪, 提劲,螺旋穿丝,啪,就是拉开,啪,再走一下,拉开,啪,走,啪,走,啪,走这边,走,接招走,螺旋开始,啪,拉开,走,啪 所以说轻松自然,啪,走劲,啪,啪,把劲打到一体 这个不需要去走这个棱角,走这个圆滑,周身像大蚊一样去戴斗 那么这个肘,肘的内核劲,起什么作用呢 还是有按打的作用 按打的,在背部,注意,当接触对方,他一,合劲,肾上的位置,后心,然后命而,往前合劲走出去 可以靠腰胖走那张啪,啪,走那张劲 但是都是在P,B,P的基础上,将对方的劲合入,来完成这一系列的要领 还有这个劲,他在这个走圆的情况下 比如说,走这个,对方的劲倒过来,这样,B,好,走B,撇 撇,撇完了以后,他才有个转变的过程 注意小肚 一转过来,丢手,啪,一下子 膝盖,膝盖往里壳,拳打的地方,下肩就满肚子疼,满肚子疼 腾劲往下走 好,基本上这个要领,就是这几点,我们可以在练习中慢慢的体会 慢慢的体会 现在,我再轻松的把血身腿的过程要领,再分析这个练一下 根据刚才我讲的,我们再了解一下 金刚打盾,啪,拉开,B,啪,走劲,撇,啪,撇这边有个拳,啪,刚才我说了这边有个拳,走,撇,撇可以靠肩腰身将劲打走 走,啪,啪,这叫劈,撇,回静,啪,走回静 中间过程,啪,拉开,有个拳,啪,起,有个拳,啪,这个拳打过来,然后劈,走劈劲 所以说,撇,啪,啪,啪,一拳,然后走劈劲 然后走过来 所以说,我们割绝,铁身拳的割绝力 右肩往后退几分 转过劲,右一锤 此锤专向小腹打 一击中的变伤人 它指的是,铁身锤在过程中处处重要的运行过程 并不是一圈一圈画过一圈就行了 现在我们再看,描写铁身锤的练习 对它的描写的割绝二 铁身锤是最难传 因为它这个内涵丰富 不太好掌握,很了解 两足疏开三尺宽 两手分开,接道转 两手分开,走过去,还在道转过来 接道转 两足合劲,静斜缠 右拳落在神庭上 左拳插住左腰间 左拳插住左腰间 它也是个合劲 身是侧握,微弦有 眼神细定,左足肩 顶至灵奇,喜欲正 当肩身合半个月圆 右肩下打七寸靠 背着一靠更五千 右手撤回右一锤 此位太极便中拳 所以,撇身拳这一式 我们在练习过程中 一定要认真地去掌握它的要领 才能明白它的领略过程 然后刻苦练功 才能掌握太极拳的内栏 我们 beginning of the series 十月い调曲 灵 ved 那么, 第一十七世 清龙出水 清 Wind Чтобы 清水 青龙出水 青龙出水 顾名思义 就像是潜在水里的龙一样 一下子翻水出去 要出水面那些动作 他讲了一个精弹劲 所以说他周深 在运化练习过程中 他讲了一个内气不大 他周深螺旋蝉丝的反弹力 反弹力和捧劲 体现了捧劲 我再简单的说一下 青龙出水 青龙出水有撇身锤的定势 撇身锤的定势 要注意他以腰为柔 还是放松 撇身锤定势的劲往下河 当劲往下河之后 蹬右腿 现在重心是在右腿 蹬右腿螺旋蝉丝 往左腿合劲 啪 啪 下半注意过来了 啪 下半注意过来了 但是周深合一 注意腰和上弹的变化 拉开 现在轴翻 往上走 劈劲 那我说合劲 周深上下 合一啪 哎 气往下沉 轴往立合这个合劲 啪 像青龙转身一样 啪 外翻 蹬回去 再注意一下 上下 啪 这是血身锤定势 螺旋蝉丝 身体右转 蹬右腿 啪 一 还是翻这一 分析 看看一和气 一 接着往这边带 再走一下 定式 走 一啪 螺旋蝉丝 身体右左向右旋转 注意身体旋转 所以身体向右旋转的 同时 当要撑开 当要撑开 重心还是在做的 将右当 撑开 同时 右拳 弯上去 啪 往下 走向后 啪 往后 一啪 靠 走 往外 裂打的劲 啪 左拳 往上起 这个靠腰间 一啪 翻个身 打青龙 刷 翻身 出水 二啪 走过来 三继续串 登左腿 螺旋蝉丝 啪 往右手 串 串的时候 上身 还是螺旋蝉丝 这个字经身后 啪 串过来 啪 啪 捧 倾 轻龙翻翻身 啪 重心 现在在右腿 左腿串到右腿 这个字 啪 内眩 以左手 中心 啪 身体 经身体后侧 往上啪 正式叫腾间 啪 然后 往外翻 啪 往外翻 翻 往里勾带 勾带 走 往外翻 走 一啪 左手 往外翻 右手 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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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注意身体立身中 重心 再左腿 蹬左腿螺旋蝉丝 啪 当要撑圆 然后 轻龙出水 啪 正夸出去 正夸出去 要靠 当内的趋势变化的弹簧针 打出去 现在我将轻龙出水 练一下 一 我将轻龙出水 现在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轻龙出水在实战方面的要点 首先 劲 左转 右旋 也就是左摆右旋 这是金鸡抖刺的一招 那么说在这个青龙出水中 它变形 变形就像龙一样 龙腾虎跃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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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肘子 啪 啪 劲在肘肩 啪 这么做 比如说对方从后侧 从后侧抱过来 一般从后侧抱过来用金鸡抖刺的话 让他们抱 首先你要将手臂放在里面侧 对方抱 一抱 啪 往外蹭 一定要往外蹭 掐住 往外蹭 或者对方再抱 出现这种状态 出现这种状态 往外蹭 劲要放松 打 靠着招 悬 带 啪 它抱过来 选招 一抱 出现这种状态 悬腰 弹劲 啪 随手啪 和腰跨 悬蛋有关系 另外对方 还是从后侧抱过来 一抱 啪 一整 一整 对方 要抱过来 啪 一个肘劲 往后蹭 对方 好 这样吧 肘劲 肘劲 往后蹭 拉过来 牵引 要抱过来 啪 一肘劲 好 好 那么这个劲呢就是 啪 一旦 让对方从右侧 悬腰 啪 悬过去 一旦 二 啪 有个爪劲 爪劲要翻过 它得往下坐 啪 只要是爪劲 它要做 螺旋参丝 劲往下针 啪 啪 往下 可以 往后倒 比如说 对方 还是从后边过来 注意它这滚动劲 滚动劲和轴劲滚动劲 往后 旋倒 也就是牵踢 啪 往下沉 啪 啪 往下沉 是这样的 拿开了以后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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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我进攻 啪 这就是火箭 正好将对方的船捧起来 然后下面是空的 空的 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挡住 你向他的进攻 所以说他走下去就这样走 啪 啪 走过来就这样 啪 滚动 一个滚动劲 走 啪 滚动 滚动劲 这边也是 这边向进攻 啪 从中端点往下端点 都滚动劲 就走劲 啪 啪 疏 疏骨 劲儿往 往离谱 劲儿 离谱劲儿 劲儿往这边一走 出那个劲儿 走 走 离谱 那个也是 啪 啪 卷劲儿 往离卷儿 从这边再做 从这边再做 往离卷 让对方的劲儿继续往前走 继续往前走 啪 交到这个手里面 要做轻松出水 走 咔咔 反弹劲儿 将对方的劲儿继续往前转 运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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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心同时前移 也就是这个劲儿打出去 啪 打出去了以后 靠重心 同时重心移过来 然后他的拳往前走 你的劲儿往下走 劲儿往下走 劲儿往下走 劲儿的过程是这样的 走过来 啪 啪 再走 啪 啪 重心移过来 走 啪 啪 这次你抽 你抽就是想想 稳动 打劲儿 好 好 第十八诗 双推手 从秋农出水开始 青龙出水 右前向下栽出 腰框是活的 注意 右框外撑 中间有一个灵活 空间感 打出去 啪 啪 回收 啪 接近 向上方接近 然后走 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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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鱼劲儿 接着往下按鱼劲儿 按鱼劲儿 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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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眼支点 然后重心 向右螺旋铲丝外面 走 走 走开这个劲儿 注意 按鱼 旁 由鱼中半边 旁 重心前移 旁 重心向前移 螺旋探丝照 鱼劲不丢 鱼中带鱼劲不丢 向右前方开 啪 开步 然后他脚转身 啪 继续 当左腿 螺旋探丝劲走 下 啪 鱼向右腿 当他要撑圆 劲要绑住 腰要放松 当左脚 走内路线 向前 螺旋探丝走 虚步点滴 好 气往下沉 腰胖下沉 虚领顶劲 螺旋探丝 将双掌的劲 平按出去 这一段路线 注意要点 青龙出水 螺旋探丝 中间有个螺旋空间镜 它 有这个空间 它往外 内核 腰当要放松 好 它 走它 捧劲 暗语 走暗语 裹劲 走 一 走 暗语 外边 现在这个圈的弧线 是上下的 立 立圈 走立弧线 然后 交替到中间镜 走平骨线 改成平骨线 立弧线 改成平骨线 然后灯脚 它是 旋跨 右跨 内旋随之 内旋开步 哈 开出去 然后他脚转身 蹬腿 哈 气往下沉 松 以下半的支点 将这儿平行 和平行推暗出去 好 伍脝 多 两个人 对 往下沉 草 有 落 居 辅 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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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大家说一下双吞手这个过程 运换过程它在实用方面的要量 当对方的拳向了进攻 然后找他这是一个看劲 要看住对方他这个手为大手 因为这个清空出水上面 它有一个捧劲 捧劲任何 那么这个劲 首先从外 这是从外看 这个劲可以大 那么从内侧也可以大 出力劲有啪 从内侧也可以大 然后将劲往下按 然后走力劲 啪 走向 从外手也可以大 外手大劲 啪 注意 它的劲在臂 在手臂 手臂 手臂不是在手 周身的一种感觉劲 啪 就下去啪 爪 爪 啪 按着劲 啪 劲在周身小臂的滚动 啪 滚动劲 啪 胖在转 然后啪 转过去 劲在转过来的 这是一面 那么旋转 这是一个捧劲不丢 旋转过去 啪 你的上启 啪 这个姿势 这个姿势上启很重要 当对方 这拳向着进攻 啪 啪是要啪 这样搭也行 这样搭也行 专门说上启 拉配合搭 搭手上 旋转 看手 旋转 看手 啪 那我说 旋转 看着地方 腿的外侧 走 走 走旋转的劲 往这边走 大手走 旋 旋转 再拉手 大手走 看压 旋载 看周身是个大转 这个大转 一二三 此转 然后旋转 啪 然后往下走 再跟步 跟步双推手 不免自已 也就是说双推 的意思 无论是对方出哪个拳 或者随便出一个拳 啪 拉开 拉开了以后要上步 上步 第一个趟 不要往外趟 趟对方的手 啪 往外趟 啪 转 转到肩部 这个不要 点到 往这边走 他这个勾力之处就是 这个点住 回身一点 对方立刻跌倒 所以他要抢住对方的 重心点 大家看 要抢住对方 先由下肩转过去了 再走 走 他 注意 要抢住 抢住 抢住 中心点 然后走 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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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做到这个点 将这个手推出去 做到这个点 腰胯 必须要放松 必须要放松 注意 一般对方的劲 但是 他往你身上用劲的时候 一般行行的骨 根本是挂不掉对方的劲 所以他必须 要轻松 轻松的 往下沉 走 一走就 啪 然后旋转走 啪 所以这个腰胯的下沉 很大关系 腰胯的下沉 可以直接 将地面的劲 拔上去 与周身可一 拔上去 才行 所以一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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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要 看着对方的劲 走 然后这个气还是往下沉 他都看着下沉 走下沉 有很大关系 下沉 徐安转 走 徐安转 徐安转 和他腰胆劲 很大关系 走 好 走 谢谢大家